2021年1月6日的那场暴力事件 对于特朗普的连任努力如此重要 以至于他以一首来自 因那天袭击国会大厦 而被定罪的男子们的歌 作为一场竞选活动的开幕曲 你听到的是人质在唱歌 那些是人质 我称他们为1月6日人质 当特朗普将那些叛乱分子 称作爱国者和人质 而不是被定罪的罪犯时 人群欢呼雀跃 在拜登的领导下 美国的爱国者像动物一样 被逮捕和关押 在特朗普和1月6日监狱合唱团 录制的歌曲中 他背诵了效忠誓言 用效忠誓言来支持 针对国会大厦暴力骚乱的被告们 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 批评人士是正确的 当然特朗普的借口 或者说他的解释会是 事实上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们将会公平地对待他们 如果需要赦免 那我们就会赦免他们 拜登的竞选团队也在谈论 1月6日暴力事件 不是作为爱国主义 而是威胁民主 他们是叛乱分子 不是爱国者 他们在那不是为了维护宪法 而是破坏宪法 如果特朗普当权 用他的原话是 他想赦免他们每一个人 特朗普对民主的攻击 不仅仅是他的过去 而是他对未来的承诺 美利坚大学政治学家 克里斯·艾德尔森表示 2021年的暴力事件 如何影响2024年的投票 将取决于你是谁 一些人回应 1月6日事件兴奋 一些则恐惧 拜登和特朗普 都在利用1月6日事件 作为一个警告 警告如果错误的人 当选总统 将会发生什么 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